看看 再 再 再来 再起 后点 第二空 门中 哎呦 门中 哎呀 还是散不过 第四个机会 今天是 还是散不过 哎呀 太遗憾了 这已经是第四个机会了 嗯 这是一个弧线 正好过顶 对 这个点呢 他抢得很好 对 啊 瞧见面啊 托福丁的找刘欣 嗯 横向的原因 抢那点 哎呦 对方防守的出现失误 这是机会啊 余震维 黄洞 碰刚出来了 准备大门 哎呀 这球一共有再康大一点 再射门的话 对方挡不住了 好的 操扬 直C 上波转身 还有 重量 还有机会 终于进了 这散播 哎呀 终于进了 这球进的可不易 继客场队生花队的比赛之后呢 进球了 他终于把握住他本人这场比赛的第五个机会 这是从这个数量里头要质量 是 他个人的射门的命中率呢 现在是达到了20% 是 这小伙伴你凭这身子能不进球吗 哈哈 哈哈 哎呀真不容易 哈哈哈哈 他确实恐怕是频繁的引外员来视讯使他感受到了一定的生存危机 嗯 久攻之下 取得这么一次这个门前的机会真不易 嗯 这出重量 下到底线之后突然的回传 对 第一点散播把这球给蹭进去了 这个球啊 可以说是15踢的球 嗯 他这个来回这个调动辽宁队的防线之后呢 最后使得他的门前没几个人了 对 就是来回的拉扯啊 横向的拉扯 在这个移动当中呢 辽宁队在防守上出现了漏洞 是 哎 这球 外围 远射 哦 直接打 哎 进了 一平 这球打得也很进攻 王亮 刚刚进球不到一分钟 嗯 现在呢双方是 赞成了一平 22号王亮 这球打得可以说也是世界观啊 非常漂亮 嗯 所以这场比赛的结果还很难说 对 观众朋友您打算猜什么呢 继续写入竞猜的字头 JC 连通的用户发送到1234 移动的用户发送到01234 你认为康师队赢呢 你就写入3 你认为打平就是1 你认为呢 主场如果康师队落败呢 就是0 这个是跑动当中啊 外脚背 而且这个没有弧线是直线 嗯 所以这个力量 可以说是一个最大的力量 最佳的角度的进球 而且他这个 把这个球压得这么低 对 很多我们国内的球员 这个就炫起来了 对 外脚背 嗯 我们看看这个进攻太阳还有多久 余队梅 正向突破 正向突破 直接顺门 啊 进了 哎呦 这后门柱 反弹入王啊 这是新式的余根伟的进球 余根 新式余根伟是进球 过去的余根伟是进球啊 嗯 一直要过人过到这个小禁区里头 对 今天呢 这个角度呢 可以说是哪个角度也不如这个角度 是 太漂亮了 出去了 是 这个打中门柱是反弹入王 对 一会儿啊 我们看看这个慢镜头 可能守护员这个视线被打了 他门前的这个人太密集了 太密集了 太密集了 两名后卫 三名后卫 再掐上这个张硕 把他的视线堵得严严实实 有一个横向的 哎 又这个球太棒了 哎 从这个角度看的会比较清楚 也是过了一串啊 这一大斜线球 这一球呢 好像是碰到谁之后 有一个折线了 嗯 碰到这个20号王亮的手臂之后 徐亮 哎呦 这球不越位吗 进了 二平 二平 王欣欣 王欣欣 他就是 嗯 告诉前面一带 这些个人正面 强突的能力很强 而且这个球 它插的时间啊非常好 啊 我们以为这个球啊 从那个画面上 以为它越位 嗯 实际呢 它没给这个横向的旋径 啊 这个球呢 它已经是 可能球还没 刚要起它跑过去的 嗯 那肯定这个助力才 哦 看看拉回来了 哎呦 不越位 嗯 持容量跺在后面了 嗯 这个球是个好球 对插的这个时间非常好 这个球确实是个好球 嗯 而且它非常稳啊 嗯 这球停完之后 它不急于射门 对 外线一波 缓过了手面的这 嗯 这个球量跟那个大鱼两人 嗯 实际他们俩那个关系非常好 场下是这个朋友啊 到了场上呢 就是这个 呃 各为其主 哈 这球量跟那个大鱼 有个阻挡动作 这后 后脚 关键这一下 哎 这一下没必要 19号原则 有一个向下跺的一个铲球动作 哎呦 可能是给了曹阳一张红牌 红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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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 全景当中好像 嗯 红牌 红牌 好 是 距离比赛结束还有五分钟的时候 康师傅哥就对面临一手打拖的局面 从慢动作画面来看到是19号圆哲在铲球 而且曹阳是跳起来了 至于当时其他还发生了什么情况 你看曹阳就跳起来了 有一个动作 对了 落地的时候 再看这个转移球 这球漂亮 后脚 漂亮 这脚真是神了 这就是李金宇 我们就说李金宇在门前 他主要得斗球就很危险 这脚射门真是神了 所以今天凉宁队总体上 他在门前的功夫不多 但是他这个机会只要是得到了 他把握机会的能力 按理说要比这个康熟队要强一些 对 这种抽球正好是到门前的 它是一种下队 一般守眠这种球都很难判断 也就是在守眠员所处的位置的 723的观众朋友 帮我们算出来了 这场比赛天宫队如果2比3失利的话 还是列在甲A排行的第七位 这样和金德 八一相谈 都是同击11分 但是辽宁队这比赛当中 这个内脚背的人一球不错 漂亮 又弹出来 再 好 把上顶出去了 球的整体 关键看球的整体进没有进门 66年世界杯 想想66年世界杯的 看看 这个球 算进了 从表情来看没问题 这球肯定算进了 66年世界杯 英格兰 跟德国的比赛决赛里面 就是类似这样一个进球 三平 三平 这是这个一波三折 是 这很好看这场球 一波三折 再看 关键看 反弹下来 没问题 限礼 没问题 限礼 从这边 这边看的估计会比较清楚 哎呀 毋庸置疑 毋庸置疑 起码一尺以内 整体没问题 完全没问题 定住了 球都没有压到线 肯定是进了 对 对 它是 对 但是 对 那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